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体会到未来人生可能面临着种种困难时的决策 这个简单一种的例子只是国际象棋带来好处的冰山一角 通过一盘棋就可以体会成败 熔炉 悲喜等各种人生滋味 真的是非常有益的活动 而国际象棋也因其文雅性 意义操作性 高品味性 深受各国人民喜爱 除此之外 国际象棋在国内体系界早已受到足够的重视 国际象棋有助于开发智力 培养逻辑和想象能力 加强分析能力和记忆力 提高思维的敏捷性和严密性 培养战术思想意识和前提观念 增强学习 生活中的计划性以及灵活性 丰富业余文化生活 具体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是能够提高智商 国际象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它被看作是脑力运动游戏 一般认为下国际象棋的人拥有高智商 当然这里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是聪明人被国际象棋吸引呢 还是下国际象棋的人更聪明呢 研究表明 把王后和鸡移来移去 确实能提高人的智商 一项对委内里拉四千多名学生的调查表明 经过四个月的国际象棋教育 无论男孩和女孩的智商 均获得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 有助防止老人痴呆 由于大脑的运动的话像肌肉一样 它需要不断的锻炼才能避免损害保持健康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文解释 75岁以上的老人进行类似下国际象棋一样的脑力活动者 脚趾不下国际象棋的老人更少犯痴呆 另外罗伯特·弗里德曼医生认为 大脑像肌肉一样 不用它就会爽失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你到了75岁 就更应该下国际象棋了 三 能锻炼左右脑 在一项研究中 专家对国际象棋 专家和初学者对简单起合形状 棋子位置及其判断和反应能力进行测试 他们原以为能够发现专家的左脑活动更积极 结果他们发现右脑同样工作很好 左右脑对简单形状的反应时间是一样的 国际象棋专家是左右大脑必用 对棋子位置变化做出反应的 是能够提高创造力 由于人的右脑主管创造 毫无疑问 多用右脑有助开发创造力 尤其是国际象棋 还有助加强独特性 一向对七到九年级学生为期四年的研究表明 让学生们一周一次使用电脑 或者从事其他的活动 经过三十二周以后 看看哪一种活动更有助于发展创造性思维 结果国际象棋组的学生 在所有创造性指标上 均取得最高分 独特性方面更是卓越绝伦 第五 能够促进记忆 棋手们都知道 下国际象棋 促进记忆 一个好棋手 记得对手过去下过什么棋 尤其是对输在什么地方 迎棋是靠什么 更是记得一清二楚 1985年完成的一项为期两年的研究表明 经常下国际象棋的孩子 在所有学科中成绩都不错 教师注意到他们以别的小孩相比 记忆力较好 计划组织能力较强 对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六年级的学生的研究 扩得了同样的结论 从未下过国际象棋的孩子 在下棋后明显地促进了他们的记忆和语言技巧 第六 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级国际象棋比赛 也有了一个巨大的拼头游戏 需要一个接一个的解决问题 因为你的对手不断地跟你出难题 在1990年一项研究中 人们把新布林斯维克约450个学生分成三组 A组是控制组 进行传统的数学系列 B组在一年级后除数学外 还加上国际象棋教学 C组从一年级起就进行国际象棋教学 在标准的测试中 C组成绩最好 达标率是81% B组达标率为62% A组最差达标率 即为21.64% 第七 促进阅读能力 马尔古里斯博士 在1991年 对53属小学学生的阅读水平进行了研究 他把学习国际象棋的孩子 与没有学过国际象棋的孩子进行比较 最终他发现 学习国际象棋能够促进阅读能力提高 在一个平均水平低于国家水平的区域 学过国际象棋的孩子 阅读水平高于国际水平 第八 促进注意力集中 要下好国际象棋 无论是国际象棋大师 还是一般的棋手 都需要保持 注意力高度紧张和专注 你中当希望 或者是想着一些别的什么事情的时候 都有可能导致收起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对手走到哪一步棋 它是没有义务告诉你的 在美国 俄罗斯 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研究都表明 学生通过下棋能够促进注意力的集中 九 有益于脑速突的增长 脑速突就像数字一样分支 其功能是将冲动传向细胞体 学习国际象棋有益于脑速突增长 参与挑战性的活动增进脑速突的增长 十 能教人计划和前瞻 少年人下国际象棋 有助于开发大脑的计划判断和自我控制功能 国际象棋内的战略运续 有助于大脑开发 在整个人生中遇到各种情况 做出更好的决定 另外 它还可以提高孩子的心理素质 如处于下风的时候 这种紧张感 占优势的兴奋感 赢下来的成就感 大好局面下游淫变输的傲爽感 其极不断变化的焦虑感等等 时时刻刻冲击着他们 以及要求他们有顺不交败不内 沉着冷静 积极尽起的良好品质 面对挫折的信念 下棋必须要分出胜负的 只有经过不断的失败 艰苦的努力 才能体会到顺利的喜悦 才知道成功是来之不欲的 让少儿养成一种 永不复苏 积极向上的精神 另外 它还可以培养自我控制 自我调节 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如对时间的控制 对对手的控制 对对手不怀好意的 挑衅行为的 自我调试和排解等 增强自己磨练意志 克服困难的能力 简单的小节下 国际象棋是体育竞技 艺术科学三者的结合 它兼技竞技 教育科研文化交流 和娱乐五大功能 有人把国际象棋的好处 归纳为五个短句 二十个字 增进智力 培养意志 陶冶情操 交流文化 调剂 身心 这也可以作为 学国际象棋意义的 简单解释版 好 这一节我们简单介绍这里 再见